CNN的中文新闻 CNN一周的全球资讯 您每周必看的新闻节目 现在开始 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白夏瓦市 本周三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地点是一个热闹的市场 造成最少100人死亡 是巴基斯坦近代以来 最严重的恐怖攻击案 许多遇害者是早上去买菜的妇女 同天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抵达巴基斯坦展开访问 克林顿强调美国将与巴基斯坦 共同打击塔利班 战胜恐怖主义 自下个月起 全球最大的汉堡素食连锁店 麦当劳在冰岛的分店 将全面结束营业 成为全球金融风暴中的最新受害者 麦当劳在冰岛有三家分店 全部设在首都雷克亚维克 由于冰岛的金融体系崩溃 导致货币大幅贬值 加上餐厅所有的材料 都必须从德国进口 分店几乎没有获利的空间 迫使经销商决定结束营业 而麦当劳在美国的总部也表示 基于冰岛的经济情况 他们也不打算再找寻新的经销合伙人 因此这金色拱门的商标 在冰岛将成为绝想 拥有多位好莱坞明星为会员的山达基督教会 因在法国涉嫌从事有组织性的诈欺 本周二被法国法院判有罪 此教会的名人中心和书店 共被罚款60万欧元 但法院并没有禁止这个团体在法国活动 在巴黎审理的本案 是因两名女性提出控诉而引发 其中一名妇女声称 山达基教会的人士 在巴黎街头主动接触她 随后说服她付给教会2万多欧元 来购买书籍和药物 另一人则是在拒绝参与教会课程后 遭到信奉山达基教会的雇主解雇 山达基教会是由科幻小说作家 哈伯德在美国创立的 吸引了汤姆克鲁斯等多位好莱坞巨星加入 美国和法国当局也正式认可 山达基教会为宗教 山达基教会法国分部的律师指出 她将会为此案提出上诉 已退休的美国网球名将阿加西 日前在即将出版的自传中 坦诚她曾经在网球生涯最低潮的时期 吸食过俗称冰毒的甲基安非他命 还在药剪不合格时 谎称是在不知情的情绪下才务实毒品 从而逃过竞赛的命运 现年39岁的阿加西 是世界上最风光的网球选手之一 曾经赢得8座大满冠冠军 有无数的球迷 2006年她正式退出网谈 积极投入慈善活动 由于阿加西的吸毒行为 至今已超过了8年的法律追溯期 国际网球协会和反性药组织 现在也无法对她采取任何惩罚行动 在美国拥有或吸食病毒者 最高可被判处5年的徒刑 已故流行音乐之王 麦克杰克逊生前演唱会彩排的片段 被剪辑成电影 本周在全球99个国家同步上演 掀起全球歌迷的强烈支持 并在北美创下首映票房记录 这部演唱会纪录片收录了 麦克杰克逊为伦敦演唱会 做准备时的幕后花絮 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近距离亲身感受 麦克杰克逊于今年6月死于洛杉矶 指得这部预言彩排的纪录片 成为他生前的最后一作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周CNN.com最热门的话题 阿富汗的社会特别讲究男女之别 因此一般的宴会和婚礼 只能邀请男性为其他男客人 带来女性表演 阿富汗北部素有同系的习俗 有钱人包养年轻貌美的男孩 让他们在宴会上脚缠铃铛 垫高胸部 扮成女人跳舞助兴 长得越漂亮 古迹越好的男孩 便会带给他的包养者越大的面子 在CNN获得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这满脸浓装的阿富汗男孩 在一群男人面前翩翩起舞 以此赚钱养家 这些顽童从小就被迫离开家庭 接受武道的训练 最后成为有钱人的性奴隶 虽然阿富汗法律规定 虐童者可坐牢受刑 但是这种风气 目前依然在当地流传 阿富汗因常年受战火摧残 政府无暇顾及 同系黑暗的一面 这些顽童的心酸 便被遮盖忽略了 本周的世界新闻精华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下周见